那你需不需要有人陪 你受不受得到我的思念 2010年痛失慈母后 小哥费玉清每回开唱 台下总会留个位置给妈妈 一首想要跟你非道尽慈母之情 2013年站上最熟悉的舞台 他内心依旧五味杂陈 速度哽咽 这两年来仿佛我自己觉得 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 这个失慈母性的伤风的感觉 今年的最终回呢 除了一方面 放在我自己歌唱人生的脚步 一方面也想多配为 我年迈的老父亲 因为母亲过世 小哥一度中断了每年开演唱会的记录 只为了多陪陪年迈的父亲 如今睽違三年将再次站上舞台 也是要一元父亲对他的期望 今年六月首度公弹还连开四场 他也一如既往 要为过世的母亲保留座位 知道许多粉丝将演唱会门票 当成母亲节礼物 他欣慰地说 能有长辈可以孝顺 是很幸福的事 也希望能用自己的歌声化为祝福 献给全天下的妈妈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